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先来个温馨的拥抱 再亲自贴心的逐一握手欢迎来访的新住民团体好朋友们 这是由国民党基隆市新住民工作委员会主委赵玉珍 以及执行长金佩玲 特地带领以陆佩为主的新住民团体 拜会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 谢国良也在中发处长、社会处副处长 以及教育处和民政处科长等 有相关新住民业务单位人员陪同下 认真听取新住民们的建议 并且指示有一个可爱外号 蝉宝宝的市政府中发处长林立禅 追踪相关建议的进度 照顾好来自不同国家 而现在都是中华民国国民的新住民好朋友们 很开心新住民的姐妹代表们 今天来市府看小爱爸爸跟蝉宝宝林立禅处长 那我们今天提到了有关于活动空间的问题 然后有谈到讯息如何更直接的能够沟通传达的问题 也有谈到未来的一些基隆市的观光景点的一些公益导览 这些都非常的有意义 未来我也会请我们中发处林立禅处长 来固定的追踪这些工作的进度 那我们希望这些新住民姐妹 其实都是把家庭孩子照顾得非常好 非常有能力的一群我们的中华民国国民 我们希望借重他们的力量 让未来在观光上在文化上 甚至他们今天也提出了希望在中元季 能够增加一个他们自己的花车 我都觉得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 那我们会请林立禅处长跟我们 包括社会处文化局等教育处等的同仁 大家一起来追踪这些工作的进度 双方交换完意见后 新住民朋友都急着和小爱爸爸谢国良拍照 小爱爸爸也展现亲和力和大家个别 以及团体合影留念之外 也致赠应由小爱爸爸 以及女儿小爱充满可爱温馨动漫风格 装有口罩等纪念品的提袋 送给来访的新住民朋友们 让新住民好朋友们都超开心 也感受到小爱爸爸谢国良市长的温暖和关心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